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 心态好一点的 相亲现场发生了什么 让男嘉宾说出了这样的话 用不提不采钱 又是什么 让女嘉宾提出这样的质疑 那你不是现在看朋友来刷 而男嘉宾如此大胆地言论 女生又会给出怎样的反应呢 来考虑结婚 两个女生还是狂 她身材较好 古灵精怪 我不求她来养我 但是至少我自己的生活当时 不能降低 而她事业有成 收入可观 我不敢保证给你啥子 但是我有啥子跟你给啥子 相亲现场男嘉宾做了什么 让女生提出这样的质疑 对外说都是福音 而她又是做了什么 惹恼了女生呢 那不要你的 那不要你的 面对这样的歉意 她到底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十分点抱歉 告诉你对不起 凡人游戏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爱情靠中曲 无爱不放弃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戏 我是叫特别园一南 那首先要感谢爱电尔珠宝 推约播出 同时要感谢周智福珠宝 为我们节目所提供的奖品赞助 现在我们的单身朋友 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热信电话 68615868报名 我们凡人游戏之外 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到我们的真爱网上进行报名 所以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报名 结束单身寻找 属于你的爱情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这位女嘉宾呢 是一位年轻的文职人员 但是她的择偶要求 和平时这些女生 想要找一个成熟的男朋友 有一点点不一样 她说她要找一个阳光的 帅气的 活泼的好动的年轻男孩 她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要求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 认识一下她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女嘉宾 我叫张艺 今年28岁 我目前从事的职业 是属于文员性质的工作 每个月月收的花 差不多是4000左右 本期交友女嘉宾张艺 身高1米58 办公室文员 月收入4000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我儿子八岁之前的话 是谈过两个男朋友 然后第一个是在大学期间 然后那个男朋友 我还是耍了十年 出来工作 然后过中国一样的消磨产 然后就分手了 然后出来另外再谈到一个 住小时的一个男朋友 因为我觉得住一个住小时的 真的她说的话太狡猾了 我完全是说不过她 然后她也不让到我 叔叔我们两个都分手了 然后我现在目前想找一位 年龄比我大比我小都不稍微 主要是要保持心态年轻年 但是工资那一块一定要比我高 有房子 有不有房子不稍微 因为我自己有房子 我们可以一起做 28岁的姑娘 其实更多的想找一个成熟的 可以安家的 为什么还想找一种比较小 怎么说呢 我28年来 一直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文静 比较沉稳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到现在找工作 找的都是文字方面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心态太老了 我就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 心态好一点的 把我也带年轻那种 能够给你生活带来胶原蛋白 能够带来新鲜感的人 按部就班的生活 真的我觉得我生活28年已经够了 我想改变一下 好 我们编导呢 确实也帮你找到了一位 很帅气 很活泼 因为就是你知道我一看她的打扮 是什么感觉吗 我老了 她还很年轻 你很期待是不是 我希望今天男嘉宾 跟你的这个邂逅呢 会让你眼前一亮 因为接下来要凭着你的直觉 在这个商场里面 去寻找一个坐标 这个坐标是什么呢 就是非常非常代表 我们男嘉宾形象 以及个性的一个一个坐标 行 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演员 看一下我们的缘分 我相信你能够找到 我相信 好 加油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喜 我是志愣网的青岛读文飞涛 我们的男女嘉宾呢 今天的走标要求是怎么样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哈丽 嘉宾呢 是一个28岁的文静温柔的陪孩子 她竟然想的是 我想找一个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 让我体验一把不同的人生 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太需要活力了 需要一个心态好的年轻人 好吧 妹子 我觉得你那要求真的蛮勇敢的 希望你能够支持 这是首先段階段的 没关系的 我们有一个时间的 这么多人的 你好 本期交友男嘉宾周伟 身高1米72 职业夜场BJ 月收入8000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 我叫周伟 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 平时爱好也挺广泛的 因为自己也是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 小宗学姐 我自己之前有过几段 都是属于姐姐型的 但是分手的原因 他们都觉得我太幼稚吧 但是我自己个人 还是挺喜欢姐姐型的 因为他们可以带给我一种 怎么说呢 安全感吧 体贴 特别女人的那种 希望找一个年龄 比我大一点的 但是心态又跟我一样 属于年轻型的 可以跟我合得起拍 白天吧 就是很职业的那种 办公室的风格 晚上的话 脱掉职业装 可以跟我一起玩得很嗨 我觉得我还想起演员 我一眼都把你砍得起来 因为那个长骨头 棍子也糟糕 另外一个人 像我那个神子 我第一眼见到他的神 我都发觉他很幽默 很直率 我就是喜欢那样的男生 不成熟的 我果然也多想找一个 那种姐姐类型的 我现在怎么形容 他一笑我就很想笑 现在怎么形容你脸上的表情呢 是害羞还是 还是那种 就像那种要开花的红玫瑰 但是又含苞带放的那种 匪红色的脸 还好吧 觉得还是挺 第一眼很有演员 还是感觉很符合我的要求 我相信你的人生当中 还没有交过这样的男朋友 没有 两个男朋友都比我大 没有交过比我傻的 你即将有一个神机命的男朋友 你即将有一个神机命的男朋友 就是姐姐型 还不一定 我觉得这两人太直接了 我觉得完全不需要 我去穿针影线 咱们先坐下来好不好 安静地了解一下彼此 我们的男嘉宾呢 是一位夜场的街女大 最近我不得不说 我们的编导非常给力 每一对男女嘉宾 真的是配得一脸血 而我们男嘉宾的要求 也是希望找一个姐姐型的女朋友 因为她之前的一些恋情 都是属于姐弟恋 她理想中的状态 就是姐姐平时是一个白领 穿着制服 到晚上就可以破掉制服 当她一起在夜店里面嗨 不得不说男嘉宾 我觉得你对姐姐的要求 体能的要求真的是太高了 就我所知好 都姐姐型的女朋友 回到家以后都像狗一样 能够在沙发里面追追剧而已 当然了 我相信真爱的魔力 应该也是挺大的 希望今天的女嘉宾 应该能够符合你的要求 你做啊做很多的呀 就是做英语方面的 在现在目前是在夜上上的 那你做跳舞还得行呢 嗯 回一点点吧 我原来也有过跳舞的梦想 过后破碎了 一直在说是嘛 也没有时间去搞那方面的 过你基础嘛 也不适合干得去工作 那方面都是多好呢 我还是多喜欢那方面的 虽然说我不能 就是说我不能做这方面嘛 只要我们头有一个做这方面的 我觉得也很好 你哪里在我到底工作方面的地方去看一会儿啥 没问题啊 我们干的银行都干你了 你不是很想在那中间的地方去刷 如果你说要去刷牌的话 你就没有问题了 有可能在那里面洗一下刷嘛 就把我中工的一辈子都去过一次 还是出去旅游时去一次 但是没了半个小时都走了 而且还是白天 其实对于男嘉宾在夜场工作上班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是很有顾虑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女儿了 然后又怕她说坏了 老婆又说我还你月薪好多呀 我们不产钱呀 反正月薪嘛 就是 因为我现在已经28 我也老实跟你说我现在已经28 对对对 你说起你28岁了 关于那点我也想表态 因为我的心目中其实也是想的 找一个比自己大一点的 我觉得现在太小了 或者是眼里一样的那种 容易产生毛病 比自己大一点的 像姐姐那种 我会有一种安全感 所以说我要为我们以后考虑啥 比如说我们那个公司啊 那是啥待遇啊 对对对 收到母钱的话还算一般嘛 自己还是也有一个梦想啊 等于说 你一直在坚持 对于说 对于说结婚这一块儿的话 有可能的话 近一两年我应该不会考虑 包括以后生小孩啊 结婚了什么 那你不是现在谈朋友来刷哟 本来谈朋友的话你也要先熟悉哈啥 想说认识陌生到认识 但是你想我28岁我还没有 能够耍得心啊 现在28岁也不是很快 有的28岁没有结婚 多得像现在三十几岁 我都是喜欢你们这种心态呀 完全是不顾一切呀 但是人一辈子要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 那你准备到好多岁才结婚 反正近一两年应该不会考虑结婚 但是两个人同居还是可以 哈哈哈哈 不呀 嗯 那个 确实有点谦闻 这不是什么谦闻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现在地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如果婚前同居的 因为他年纪还小嘛 可能结婚那个问题对于他来说还是有点糟 但是当他跟我提出同居那个问题的时候 确实我觉得他性格还是比较直爽 然后但是当时我还是比较查阅那个事情 我那个人很自帅 只有说出来 而且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嘛 婚前同居都是感觉好像很正常一样 女嘉宾之前一直说我要找一个不同一 不同样的男生来跟我一起恋爱 但是当他发现男嘉宾的职业是DJ的时候 一方面觉得很刺激很有趣 一方面又觉得好不安全啊 我觉得你会认识很多女孩子 姐姐我们说好的知情合一呢 既然你要找一个年轻人那永远就要记住 他可能面对的诱惑一直都会 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很多 他的选择也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很多 那怎么办呢 一定要这样的勇气才可以跟一个 截然不同的人谈恋爱 至于男嘉宾呢我不明白哈 你为什么在说到同居这个话题 一直要用这种这么憨的一个状态 我不是反对同居 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在探讨这样一个 让女生可能会觉得比较担心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可以稍微地震惊一点 两人从一见面开始就相当的和谐 而此时的聊天环节 女嘉宾更是表现出来对男嘉宾的性格的欣赏 不知道接下来的互动环节 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我一直在想这种姐姐型和弟弟型在聊天的时候 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你不缺场面对这种欲解性 我觉得没有必要缺场 但是年轻人直接一点 怎么样 考察的怎么样 是不是有没有在下面敲小黑板 我还想再考察他一下 还要考察是哪方面 你平常健身吗 有 我有腹肌的 好 拿出来看一看 我想在健身房里面考察一下他的体力 为什么要考察他的体力 我想感受一下年轻人的活力吧 因为我这方面太缺少了 我想让他感染一下我 你健身吗 不健身吗 你待会可以教教他 好啊 教一下他 因为实话你在考察他的时候 他也在衡量你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马上去到健身房 看一看我们男嘉宾的体能 到底如何 李嘉宾他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一直都在笑 其实我也都在笑的 心该是多好 嗯 我想 能够再接触一下 都再接触一下嘛 你看 虽然说我们相处的时间很短 但是我就从他的行为啊 语言上来说 我觉得他非常的自帅 非常的爽 也非常的心存有活力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他 很喜欢他 很喜欢他 哇 这个太爽了 要不要一起啊 行了 你先搞笑吧 背后再来搞笑 这什么搞笑 我健身 哈哈 一起吧一起 怎么你快上马 让我们蹭吧 问他 救我 那你怎么扛起来的 你快蹲上我 不要胃吧 我不想给你鞋子 我不想给你鞋子 不老大 算一老大 你去做鞋子吧 好没问题 走走走 他不玩了 他不玩了 哎事情听到鞋子 我们说鞋子 这些都不玩了 吧 妈妈 他不玩了 这个都不玩了 他不玩了 是很玩了 这些都不玩了 他不玩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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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有 雞肉水 雞肉水 雞肉 雞肉 我想看看一塊複雞 複雞是嗎 好沒問題找地方 你沒進去嗎 沒問題 沒問題 看我嘛 我現在有多年了 你先來給我幾個 幾個 幾個 你先不要給我儲個問題 你扛著我表演的鎖 好不好 開始了 扛了 好 OK OK 可以 一個還可以 這個還可以 這個還可以 對 好 看看有沒有複雞 看看 有沒有複雞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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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 還好吧 還好吧 還好嗎 還要練一會兒 我是走 好 雙手 雙手 他在體能方面 或者沒有把複雞的方面 都不符合的要求 但是他給他相處下來的 他的幽默完全是打動了我 完全可以忽略他其他的 反正不符合要求的地方 原本以為來到健身房的男嘉賓 會益展自己的好身材 以及運動的活力 可是沒想到幽默風趣的感覺 玩世不恭的態度 同樣也是鬥的女嘉賓 笑得合不龍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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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確實也不想錯過一個 能夠和我和陪 給你一個人 然後我還是想和她牽手下去 可能是現在她覺得我還年輕啊 充滿活力啊 一種新鮮感嘛 但是我在她身上 好像 找不到快樂 在相處了一天之後 女生對男嘉賓的欣賞是越發強烈 然而男嘉賓此時的一句話 讓我們有些摸不清頭腦 明明兩人剛剛的樣子那麼開心 好吧 那就看看接下來的選擇環節 他們將做出怎樣的決定吧 你的心意 是不是已經完全肯定了 我已經肯定了 你呢 馬上就要 馬上就要開始決定了 難道你還想再去玩一下 我們有足夠的時間給你 那就決定吧 好 這樣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給她們幾分鐘時間去緩衝 還是老規矩 三分鐘的時間 我們女嘉賓已經很確定了 她會在那個帶有皇冠的人偶笑臉處等待男嘉賓出現 那麼我們的男嘉賓最後會不會出現在她面前呢 那麼現在請我們的女嘉賓去到我們的決定點 等待我們的男嘉賓出現 告訴我 答案是什麼 你喜歡去哪 你呢 有一點點 給我們的感覺是完事不公 但是你內心肯定都有自己非常獨定的這個選擇 但是我還是要跟你講的是 其實女嘉賓是一個還不錯的人 就是說她喜歡這種弟弟型吧 可能也是覺得自己二十幾年來 生活太尋規擋具了 所以她希望有一個改變 希望你帶給她活力 可能你們這個年紀更喜歡去追逐別人 而不是別人追逐你 所以會有一些小驕傲 但是我覺得她是一個 怎麼講呢 對感情很認真的人 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夠慎重地考慮 好不好 好 沒問題 好 男嘉賓 我要住你的旅王 男嘉賓 我要住你的旅王 女嘉賓 她是一位 我們來得太多了 我還沒想到 要不今天 逗了幹嘛 不好意思 再不願意也不用跑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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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惹死我了 对不起张忆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追到他 他真的跑得太快了 然后去到那个商场里面 真的然后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编导在那边 追他也没有追到 对我本来是想问他说 还有没有就是 还是要当面说一下 这样比较礼貌 但是我真的没有追到他 可能对于他来说太突然了 他们这种年纪的男生 包括他这种类型 他可能是要主动进攻型 他收获这种成功感 所以他今天可能 对他有一点点的突然 也不是你的问题 我希望你不要觉得 这是你的问题 好吗 你理解他 对 我觉得大声说出自己的选择 是一种很正确的事情 昨天最后我们的小弟弟 被姐姐的一生呼好了 做你的女王给活活吓跑了 这大概也是女 这还比你一两个之外的事情 他觉得年轻人的那个 弹性应该很大 内心应该比较包容 这样的方式 虽然独特了一点 但是小妈也应该 赵丹全收把 但是没有想到我的弟弟 一看那个场景 就顿时下了屁股 他已经走了 在这里呢 其实想跟女嘉宾说一段话 就是我其实挺欣赏你的 因为你让我看到了 当代女性 有不一样的选择 这个选择就是多元化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女生 一上我们节目也好 或者在平时的讨论也好 总是会说到 我们要结婚 要生子 我们要追求稳定的事业 稳定的前途 然后这个男人最好是成熟稳重 有车有房 有前途又怎么怎么样 有很多的标准 但是你会发现 甲乙丙丁 大家的要求其实差别都不大的 这就是一元化的婚姻观和价值观 那么女嘉宾呢 真的是让我觉得耳目一新 它让我觉得 现在的女性 真的是很勇敢地提出自己的要求 就是我希望去体验 一把不同的人生 我觉得你棒棒的 最重要的是 能够克服自己心理上的一些障碍 能够抗住那种 社会或者家庭 给你的一些压力 比如结婚啊 比如说生育啊 这方面的焦虑 如果你们解决好这些问题的话 我觉得你这种观点 是我非常非常赞上 好 加油 加油 好 接下来呢不要走开 我们今天的第一对嘉宾 没有牵手成功 那么我们马上看一下 我们的第二对嘉宾 相亲如何 她身材巧好 古灵精怪 我不求她来养我 但是至少我只觉得 生活当次不能降低 而她事业有成 收入可观 我不敢保证给你啥子 但是我有啥子 给你啥子 相亲现场男嘉宾做了什么 让女生提出这样的质疑 对于外所都是福音 而她又是做了什么 惹恼了女生呢 那不要你来 那不要你来 面对这样的歉意 她到底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四分点抱歉 告诉我们对不起 凡人游戏精彩继续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好的 马上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第二人相亲 接下来大家要见到的 这位男嘉宾 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前 曾经出现在我们节目里面的 一位男嘉宾 但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后 她依然单身 到底是为什么 她是谁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她 大家好 我叫孙杰 来自比山 今年29岁 本期交友男嘉宾 孙杰29岁 身高1米78 职业自由职业 月收入1万以上 性格都比较活不开朗 然后兴趣爱好 都是三分四有聚到一起会儿茶 然后换搞点娱乐 其他的娱乐活动 单身人的生活 平时都是那种 然后说说想尽快地 找一个女朋友把我关到 尽快结束这种单身生活 以前还是刷个两三个朋友 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 比如性格原因 然后导致没能够在一起 在我要求方面 我想找一个年龄在20副左右 身高在1米5以上 最好是在比山 因为我是比山人 然后我的所有东西 比如房子 都是在房子 还有朋友都是在比山 所以我还是想找一个 能够跟我在一起在比山生活的人 但如果不在比山 如果两个人投缘 也没得关系的 男嘉宾则有要求 一 年龄在25岁左右 身高1米5以上 二 最好是在比山生活 好 我们男嘉宾登场 据编导介绍 男嘉宾几年前就来过我们的节目 但是匆匆数年过去 他到现在还是单身 男嘉宾的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 外形呢也是比较清秀 然后有车有房 自己的事业收入各方面 都是发展的挺好的 那么这样一个王老五 他是因为自己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找不到跟自己般配的人 所以孤傲的单身呢 还是其实是 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然后就是一直属于被嫌弃 根本没人要的状态 那我们接下来接一下密码 为什么每一位女嘉宾你都看不上眼 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天仙 首先应该是 因为每一位女嘉宾看不上我 所以说然后才是现在才单身嘛 好 今天呢 咱们这个女嘉宾呢很有心 她说要你去找她 怎么找她呢 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坐标 就是跟她生日有关的坐标 她出生的年月是1992年 什么情况 是这样的 我们女嘉宾呢 她出生在1992年 然后为了见你呢 她也特别的浪漫 想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跟她的出生这一年有关系 92年是25年前 对 跟25有关吗 25 百度一下 92年发生过什么 92年 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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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在问你吗 92年是什么年 我一直在提示你 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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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整个人都好了 说实话平时我可能 很多世界方面都注意不到 都跟我说过92年的信息 都感觉我以为大海老真 你到时候不晓得什么情况 如果不是组成提醒我 十二年的话 我可能完全想不到一点 好 带上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地图 看看什么是跟92年有关的 属下 男嘉宾总算是出发了 她能顺利找到今天的女嘉宾吗 趁着这个时间 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一下 这位给她出了 如此难题的姑娘吧 大家好 我是秋秋 我今年25岁 然后我是男子四岁的妹子 本期教育女嘉宾 秋秋25岁 身高1米63 职业工程预算 预收入7000左右 我的性格是很外方的 然后很活泼 然后我喜欢冒险 然后我的另外一面 是很文艺的一方 比如说弹琴 比如说花花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 有两面性的人 可风 然后可静 我的这个标准是 有要有人才 有要有钱才 然后能满足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能达到我的物质要求 女嘉宾择偶要求 一 长相最好要帅气 二 经济状况一定要好 你说到这个就是我要找一个有才的 然后也要有经济实力的这一点 你觉得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符合你在 经济条件这一方面的要求 我现在先说一下我自己条件吧 因为我本身就是自己有车有房 所以我对男嘉宾的条件也必须要有这两点 所以就是说你希望找的这种爱情是持平的 对 就是经济实力是不相上下的最好了 两个女嘉宾让人眼前一亮 因为她是那种典型的 小日子过得美美的女孩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你看外型和身高 应该说是都相当不错 另外就是在经济状况上 有车有房 自己的事业也是发展得很稳定的 简单说来就是那种很多人都羡慕的女孩子 那种手机有电包里有钱 车里有油的 什么都不缺的 那这样的女孩子她通常寻找的对象 更大程度上 她是希望找到那种心灵上 更契合的一些伴侣 那么这样一位独立的姑娘 在之前的感情世界里 又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 情感经历 刷个几个朋友 但是最后都以分手搞终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应该是因为我太主动 而男生太被动 我觉得一段恋爱的时候 必须要一直有充满热情的 我不喜欢后面慢慢变冷淡 所以我在这次相信中 我想遇到一个主动的男生 因为这个原因 姑娘才在见面前 就给我们的男嘉宾 提出了刚刚的要求 那么此时此刻 我们的男嘉宾又在哪儿呢 应该是这个人 是一丑的猴子咖啡 本以为已经发现目标的男嘉宾 会静置上前询问 然而她却进到店里 开始另外锁定目标 爱迪尔珠宝 爱迪尔珠宝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我找个人 反正这个店里面 就只有这几个人 也有可能她是你家 那如果是她的话 你觉得这个款式 解不解释什么 解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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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这个态度 给我的感觉就是 她喜欢跟人家搞暧昧 让我有这种想法 是不是 喜欢喝到美姿打散 因为那个生肖 咖啡厅的名字 又叫那个名字 男嘉宾 你这是太上市的节奏 在几经询问之后 终于在特派员的提示下 准备去到女嘉宾的身边 我问你一个问题 终于找到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 一开始就打扰一下 起来一下 好 你觉得她更适合你 还是里面那位 卖咖啡的小姐更适合你 真的更适合她 不是 我老回来说 你们跟说里面那个可以吗 没有啊 你说了的 她身高也还可以 长得也还长久 但是她总给我一种那种脾气 脾气很足 然后有那种吊儿荡荡的感觉 不是很好 这第一印象 是没有得到女嘉宾的肯定了 那就赶紧坐下来 彼此深入了解一下吧 你是想找一个美人 然后和你在比赛一起生活 最好的想法 最好 最完美的结局 肯定是 但是以目前我来说的话 我是在重庆 已经买了房子了 然后也买了车子了 然后我的想法是 我有选重庆 我就留到大重庆 这个其实问题也很难 重庆的比赛也不容易 因为我本身是外地的 我是四川的 我本身我想找一个人 依靠的就是睡觉睡到的那种 就是人有安全感的那种 我是想要那种 安全感最重要 但是随间睡到越来越来越多 因为平时也不说忙 但是现在也在不上 因为我那一个整个圈子 还有一个地方所谓的经济的来源 都是在闭山 在闭山的时候 你可能看到我一天 电视针那么多 很的 去那边都赶不过去 从今我之前也想过来 我的从今之前生活十年 主要是不习惯 从今那个生活节奏 如果我去B3 也是 我跟你说 你不想过你的朋友 都是你的朋友 但是这个不一样 这还是有个过程 我也是想说交局权责一点 就像你也 想说你来从今 你的朋友会电视 从今的朋友 没在B3那个出事 B3我一个人都认不到 也是一个问题 目前我觉得 我不能丢下重庆 而跑去B3 因为我觉得 我所有的一切都在这边 包括朋友圈 包括我的工作 包括我的车子的房子 都是在这边的 我不想为了他 去比我陌生的一个地方 也能够理解 因为随便 像可能说 我们台第一次见 每人都说要带你 在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 换做生活 换做任何一个人 可能都不得干 主要其实这个 也是看两个人相处 如果感情到位 我到重庆来生活 也不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但是现在目前 确实我说这些说的 是算 应该算早晚点 男女嘉宾的一个 非常主要的劳定点出现了 就是关于 我去救山 还是山来救我的一个 古老的 复杂的 但实际上也是简单的问题 就是男嘉宾呢 希望女孩子 能够跟自己一起回到 小城壁山去发展 因为自己的事业基础 各方面的资源 都在那个地方 但是女嘉宾想的是 我连父母 我都不想依附 一个人来到重庆 就是希望过那种 独立自主的日子 我并不是那么 阔切地为了爱情 就去迁徙到 另一个城市 所以这个地点 完全不一样 新的归属也不一样 那么两个人 能不能牵手成功 我觉得 看到这里的时候 就心里已经要打 有一个大道的论坏 平时的生活中 你得休闲于我是大家 主要里面是火茶 火茶感觉长啥 火茶聊天 火茶聊天 然后 聊啥子吗 比如说跟朋友谈个 人家找钱 哪样找钱 然后谈到过后 人家再去住山 你找钱的话 你不能只是在茶楼里面 就是聊天聊起来的 钱是谈出来的 不是谈出来的 我一直相信的事是 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觉得钱是正的 就是你自己的 辛苦来成正的 是正的 现在有一种方式是上班 有一种方式是生意 几个朋友三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还需要啥子 我们能够提供的 我们是想要 他们在火茶的过程中 都能够 一个供需关系 都现在能够达成了 那你要 我自己就说 就是 你说说的 你找钱 是哪一方面的 哪一方面的 不能的 搞得说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就是利益是很重要的一点 而他的态度就是一天聊天 然后我不晓得他的钱 从哪儿转起来 一个男人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一份固定的 稳定的职业 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收入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当时回答的话 可能感觉我这个人 都是吊蜂蜂的 知道吗 绝不定说 就像重新说的混混一样 但是我刚才说的 确实也是随时机的 可能表达了 我表达了 你想表达的 有点 没表达的清楚 你说你是来的工作 我觉得组织有点 飘浮不定 下次我们俩再吃 你能带给我啥子 我不敢保证给你啥子 但是我有啥子 怎么给啥子 吃不吃饭 这些肯定是不可能 所以说你要 很好的一个物质条件 我可能没得 但是基本上 中等于平常 也没有问题的 确实在外面 你要个人打拼很乱 然后又想找一个依靠 你想得比上去 对于我 我只能抢我手 关于手术 因为因不无情的状况来说 可能给人造成一个 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个人 也有一个规划 在 当然那个都不方便 我先在镜头面前说出来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 比较靠谱 我想要你未来的生活质量 我就是想听到你的未来的规划 我未来的规划 我不会放心我自己的自己人 我要保障我一个人留守 我自己能靠自己 养得活自己人 然后我能买的 我自己想买的东西 我平常嘛 就是做梦的时候 我的学院如果这个朋友 然后一起也是喝茶 或者是学习一些钢琴 或者是茶花之类的 我有两种想法 始终可能跟女嘉宾在一起的话 应该能够提升个人的一些平稳 然后因为像我们那种人 对一些平时也不太注重 天天就要吃啊 谁需要吃的可能还是有点老后 我想当中的那玩意是要人才 有人才 要钱才 有钱才 能满足我所有的一切 我不求他来养我 但是至少我自己的生活当时不能降低 我觉得你平常的生活和我不是很大调 比较单调 就是比较单调 然后我想让你体验一下 我平常都来 因为那边有个收工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平时喜欢在那边做点收工 可以啊 我其实也对一些比较感情 但是接触不到 很多东西都接触不到 我可以 对男人嘛 可以去看男人 说实话 我是平时比较向往那种生活来 因为虽然生活是现状是一个雕食现状 但是个人的内心相伴的话 也是像有一种那种孝子情怀 目前我觉得我对这个男孩子的看法 可以就是再了解一下 因为他给我透露了 某些地方 我不喜欢 但是我不全部了解他 我想再深一点的了解 地管它们现在都可以做 对 就上面白里都可以做吗 嗯 对啊 主要是你喜欢那种 你喜欢平时全是做的 嗯 嗯 我只考虑到我个人了 没考虑到你一个 要你不好意思 没事的 今天 因为我带你第一次来啊 所以说你选这个啊 我感觉做个吊子比较合适 刚开始踏出来的时候 有一种那种流浪浪进大关系的感觉 因为那些东西 之前从来没有体验 又没有体验到过 然后平时 我对那些东西也可能比较感兴趣 但是也没得机会接触 那就赶紧动起手来 不知道这样的活动之后 他们之间的感觉 会不会发生些变化呢 默契感似乎在这一瞬间 就这样在两人之间产生了 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好感 也好像在慢慢地增加着 原本以为两人会将这样的默契持续下去 然而接下来男生的行动 就让女生有些不开心了 因为对店里东西的好奇 原本应该一同进入操作房的男嘉宾 研究起了展台上的各种小物件 完全忘记了自己正跟女嘉宾一起互动 女嘉宾只能默默地在操作师傅的陪同下 做着手工 最开始我们在画画的时候 对 他有征求我的意见 但是他后面自作的时候 他都开始吊耳朗当 然后不是很配合 突然我都感觉女嘉宾有点生气 然后想一会儿来确实 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之后 男嘉宾赶紧凑上前去 然而女嘉宾此时已经开始生气了 因为我平时所做过的生活 都是比较小子情怀一点的 但是他是一个比较随性一点的人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点 我怎么觉得一点都不好摸啊 你来吗 你想来 对对的行 没问题 想起你吗 喝喝喝 你有个喝喝 我一般动手的你比较强 这个麦斯兰不动手 抓住机会的男嘉宾赶紧自吹自擂起来 希望能够通过行动 来对自己刚刚的失误进行弥补 总算在两人的配合之下 一个可爱的猴子吊转终于成型了 好 今天这样是根据咱们女嘉宾的 这个喜好 今天来做了一下这个手工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很能够看出细节的 那这样 我们现在先给两位三分钟的思考时间 然后再做出决定 通过节奏我觉得女嘉宾的 这些我是感觉比较美丽 但是我都怕的是他看不上我 我肯定是比较愿意接触的 男生的心意已经十分明了 那就看看接下来女嘉宾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吧 从今天一开始的接触到现在 我感觉各方面不管是从性格还是平时的生活状态 都对我来说比较有吸引力 然后整个人也是我感觉是我需要找两个人 今天那个小调主俩大部分来说 虽然说名义上是我们两个共同完成的 但是大部分是你个人主的 我先给你带一伤 剩下你带一伤再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把你的手给我 我觉得我们还是当朋友嘛 我觉得你的朋友可以交 不好意思 好的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的第二对男女嘉宾 牵手没有成功 在这里送给他们三个字 就是别将就 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属于有思想 有抱负 有前途 然后对自己的一切都很有要求 也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希望未来的伴侣 是什么样的那种目标很清晰的人 既然如此的话 我觉得真的不要将就 不要因为可能我到了年龄了 或者是说我在某一个节点上 因为父母的压力啊什么的 我必须要赶紧结婚找到一个人 差不多就在一起了 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其实是最不好的 很多那种到婚姻临界点去结婚的人 最终都会后悔 所以我觉得不将就有不将就的好 尤其是在你自己的生活过得还不错 你并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 或者完成人生使命的时候 就尽情地享受这一段美好的单身时光 好的 电视机前单身的您如果对他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心电话 68615868联系到他们 同时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我们的真爱网进行报名 最后呢还是要记住我们的口号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不然又喜 我们等你 他是要规避一切风险的谨慎帅哥 我认为做每一件事情都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一再强调要规避风险 考虑到他的风险而尽量规避他们 规避这种风险 规避不安的风险 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他发出这样的惨叫声 最终两人又是否会牵手成功呢 他是要找安全感的长腿美女 就希望找一个比较成熟的能带给我安全感的 极力展示自己的他为何中途离场 他又是说了什么让他这样不安 其实挺让我不是很有安全感 最终面对他的真诚与坦白 他又会如何抉择 凡人游喜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爱迪尔珠宝 这么多", 감사, 勇文 从当 acum去年 已中途离场 我们之后 在红指和我 只能保证 你